我觉得柯文哲现在遇到空战跟陆战的双重荒 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讨论到侯友宜的转向 就我先讲 侯友宜现在一切政策都往中国靠楼 什么时候陆生来台 陆配四年等等 侯友宜很明显决定走中国路线 那民进党路线很清楚 就是要跟美国 跟世界走在一起 可是变成反而是民众党没有路线 你柯文哲没有路线 你要走哪里 对不对 清美河中 老梗现在不可能 所以柯文哲在空战遇到慌 侯友宜正在亲手把过去自己20年来的人设摧毁掉 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被摧毁 他是被逼到绝境后的摧毁 来卖分手后 我认为侯友宜做一个很大的决断 他把赵赵刚拿过来变他的副手 他愿意跟韩国瑜站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三个人绑在一起后 侯友宜开始讲说 一 路深大量 他用大量哦 他不是微量哦 不是测试哦 路深大量来台就读 路深大量来台就业 接着呢 路配六年变四年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重启服貌货貌 换句话说 我认为他这个动作 在政治上是很正确的 可在台湾发展是不正确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台湾发展 为什么我们讲说这选举上是对的 有路线就是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有基本盘 可柯文哲没有路线啊 还在那边两亿 对不对 他没有梗啊 他没有路线可以走啊 你要走亲中还亲美 你讲很清楚跟美国世界站在一起嘛 国民党后有一些很清楚 我就跟老公站在一起嘛 重启服貌货帽服貌嘛 再怎么样的烂的路线也是路线 柯文哲卡住了 所以你在逼柯文哲选一个路线走 对啊 柯文哲在模糊了 柯文哲到现在讲交流总比交二好啊 他就被夹掉了 对啊 交流总比交二好啊 两个一家亲啊 啊然后呢 没有啦 就没梗了啊 你看柯文哲 就是说他们国际骗子嘛 钱客嘛 骗子跟钱客不一样 所以他就是两亿免金放在他面前是骗的 钱客是真的可以成事情的叫钱客 骗子是要骗柯文哲 意思完全不同 如果是钱客 那后面就真的有给人出钱 你说国民党知道 你说你在暗指国民党吗 不一定啊 其实钱客跟骗子可能是同一个 也可以同一个 他是钱客没错 他先骗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有什么好骗的 我先付你这个头期款 先两千万拿去画画 然后柯文哲没登记 就是我骗你的啊 我觉得柯文哲最大问题是他没发现 他没有料到 我们竟然认真的 当然要认真啊 他原本只是一个广播节目哦 然后上台卡后来一下嘛 自台生下嘛 因为他刚被甩嘛 对不对 刚被甩嘛 被甩的一定会心不甘情不怨嘛 对不对 他说我是很有价值的哦 我有价值六十亿两亿美金哦 有人叫我下价 我都不要 对不对 我的心智是钢铁般的意志 凭贱不能移 好对不对 威武不能驱 他原本只是想炫耀一下嘛 跟没想到大家认真 我开始翻法条 你这个蛇尼亚 你这个蛇尼亚 不管你有没有交付 你不管有没有收钱 都已经违反蛇尼亚汤条款 所以 检察官主动侦办 就算 比如说检察官主动侦办 486跑去告 对不对 告发了 吴子佳也说要去告啊 吴子佳也说要告 这第一件事吧 所以说 柯文哲会以 总统候选人被传 被传 这个要素办 不是他是证人 不能拖 证人啊 被传他是证人 然后呢 还有呢 国民党也要告啊 讲你国民党是神医亚 你为什么不告 对不对 他今天先撇清 还有性计的将军 余金宝跟我们没关系 性计的当到将军 祖上祖坟友冒清 对啊 都要出来告 季将军 你要告哦 数得出来 数得出来 这个侯友云就是被告了 你抹黑嘛 还有谁要告 AIT也要去告嘛 对不对 AIT呢 AIT被讲罗森伯格 要靠坎告 打电话 司法豁免权 不是AIT要去告 可文 乱讲话 还有谁 阿拉斯加的参议员 也要告啊 阿拉斯加只有两个参议员 他可能都不晓得 那个人数这么少 哪一个 哪一个 不能打模糊上了 还有一个 余金宝也可以告 对 你说我是骗子 余金宝要告总统 可是恐怕都告不成 因为他说余性商人 余性商人那么多 或不是点名谁 那季将军是真的是范围很小 很小 太小太小 所以这是同一个马蜂 柯文哲原本讲说 我受访的时候随便靠后来一下 没有叫大家认真 帮他查法 法条帮他办案 什么搞一大堆了嘛 他现在没台阶下了嘛 今天早上说先不要问这题 什么叫先不要问这题 话题你开的 对 早上说不要问 下午就说翻过去 对啊 他应该找国昌老师啊 国昌老师给他辩护啊 所以这件事很荒唐嘛 对不对 那本质上事情是什么 本质上是柯文哲面临到 不只陆战荒 空战也荒嘛 空战没有议题嘛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这件事情不是柯文哲 说翻页就可以翻页的 486先生 他是民众党党员 他已经去这个具体的 控告了柯文哲 这整件事情 黄定颖律师是这样看 喊假就构成犯罪 柯文哲要攻出犯罪者 陈志涵也讲了 相关消息从国民党方面来的 蓝白都要讲清楚 柯跟猴对有义务举发 犯罪配合检调来调查 刚讲到了84条的规定 跟舍贫贫有关系 这是十年徒刑白纸黑字 柯文哲不敢揭发犯罪者 到底是在心虚什么 在心虚什么 华伟汉直接说 戒选是有法律问题的 不能乱讲的 柯文哲说的嘛 他自己说的 整件事情到底是骗子 是钱客还是乌龙 是不是真的有人要舍赢赢 还是有外国势力 介入选举 柯文哲说了 没有答案 然后又扯到什么打去AIT 怎么回事 AIT的回应到底是什么 罗森伯格真的要介入台湾大选吗 这个黄伟汉认为说 不用想就知道不可能 既然这是风话笑话 柯文哲拿在广播节目里面讲要干嘛 要追究的是 当初又是谁 引荐这个美国国会助理 到民众党游说的 天马行空的话题 网路声量有了 但是能化为支持度吗 正好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是这件事情 当然不能就这样算 你柯文哲 我们就把你追根究底 对不对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他当然当然 现在说想要翻页 先不要问这一题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就一直在逼 反正民进党看热闹 不怕事大 哪怕他又扯到民进党 不可能 民进党舌什么舌 所以说这件事 看热闹不怕事大 可是这是我刚刚结语 讲的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遇到空战跟陆战的双重荒 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讨论到 侯友宜的转向 就我先讲 侯友宜现在一切政策 都往中国靠楼 什么时候陆生来台 陆配四年等等 侯友宜很明显 决定走中国路线 那民进党路线很清楚 就是要跟美国 跟世界走在一起 可是变成反正是 民众党没有路线 你柯文哲没有路线 你要走哪里 对不对 清美河中 老梗 现在不可能 所以柯文哲在空战遇到荒 陆战我们最近讲很多 他根本柴米友宜降助卡都没有 你黄光东募个八百多万 八百多万要干嘛 八百多万一天就花完 你知道吗选总统 论真话一天就花完 我不是跟你 我不是在吹牛 蔡英文去年花五亿多 他是有申报的 可是蔡英文去年 也只选五个月 还记得吗 七月多初选完才开始 所以一个月是花一亿 一个月花一亿 一天是三百万 最后一个月花钱 或是前面全部加起来的一倍 所以说你看到最后一个月 他一定是要花六百万 所以你八百万花一天 到隔天中午就烧掉了 正常选 那柯文哲现在是两头空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 很惨很惨 原因就来自于这边 他可能连要去攻击 谁都还没有定调 要去站在哪里都还没有定调 这就是我认为柯文哲现在最烦恼的地方 好 为什么赵绍康的仇恨值会这么高 不喜欢他的人为什么这么多 他就是第一个挑动省级的人 这不是无地放肆 日本学者小丽媛欣欣欣说 为什么侯友宜酸该这样一天 因为他是国民党内 他说赵绍康是一个不错的战略 原因是他是战斗兰 鹰派团体的临着者 侯友宜作为本省人 和国民党本土派的成员 在争取深蓝的外省人后代支持 耗尽了心神 赵绍康选举的时候 不用跟外省人喊话 因为他们是自己人 他得不断的 这半版广告 当年的半版广告是多少钱 你能想象吗 这些四五十万吧 当年是百万 当年三百 当年就是百万 我这种无产 第一产的 当年是百万 所以赵绍康是拿一百万来诉诸 本省级的中产阶级要认清楚 但是时至今日小立委员还是说 侯友宜为什么这么辛苦 要争取整个蓝军的认同 所以深蓝不见得是要投他的 我有一个朋友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深蓝的经济力很强的 他根本不投侯友宜 他直到赵绍康入政之后 他说好他要去投了 他是要投给赵绍康 还有挺韩大将讲到三个 前高雄鸟松里长陈清茂 董卫条哥 比特王出任务 他们三个还是导侯 但是挺科 总统他们要选科文哲 政党跳 他们要支持 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整个都是非常一个错乱的现象 是不是因此时 侯友宜一参选 在赵绍康入政之后 侯友宜这个本土栏的代表 也走到了中国的轻松路线 喊得比赵绍康还要快 还要猛 其实侯友宜提过有感的政策过 他那个八十两表 八十岁以上 不用再申请八十两表 其实吓到民进党是立刻跟进 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其实很灵活 蛮多的政策 包括陆森纳健保 不用换人做总统 马上要做就做 现在他讲这几个议题 不仅武感 不是引发抨击吗 他到底在干嘛 我跟大家讲 大家讲的在气氛 这个骂侯友宜 骂得在凶都没有意义 侯友宜现在要跟沟通的对象 就不是在座各位 也不是电视机前面这位 各位 好不好 侯友宜当然知道 侯友宜正在亲手 把过去自己二十年来的人设 摧毁掉 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被摧毁 他是被逼到绝境后的摧毁 侯友宜过去人设 他说自己是本土栏 他过去不要讲太过去 四年前他连韩国瑜连沾都不沾 去年连九后公司一句话都不讲 他很清楚 他要走出一个 不要被红统跟中国派绑架的 本土栏路线 可是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五月十七日 侯友宜被提名之后 永远拿不到来赢的支持者的全部 民调怎么掉 惨的时候只拿到四成五成 国民党支持者的支持度 好一点六成七成 旁边隔壁棚赖清德 八成五九成起跳 侯友宜永远拿不到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侯友宜撑撑撑撑撑撑撑到蓝白分手了 蓝白分手后 我认为侯友宜做一个很大的决断 他把赵赵刚拿过来变他的副手 他愿意跟韩国瑜站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三个人绑在一起后 侯友宜开始讲说 一 陆森大量 他用大量 他不是微量 不是测试 陆森大量来台就读 陆森大量来台就业 接着陆配六年变四年 对不对 然后接着重启服帽货货 服帽货货 今天明显哥都不敢讲服帽货货 一定要重启 国民党都有创伤症候群 那时候搞服帽货货货 我再青年出来 每天搞得多惨 谁敢这样子讲 因为服帽是人要进来抢工作的事 那个就业人口四百万马上被冲击 侯友宜照讲 话就是说 我认为他这个动作 在政治上是很正确的 可在台湾发展是不正确 我们刚刚讲是台湾发展 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他拿到蓝军多少成的票 我就可以了 已经60比40了 对他现在就是想着第二名 我觉得第二名后面才有气饱的问题 我要狠狠甩掉柯文哲 他把蓝英的票先兜完 兜完之后才有狠狠甩掉柯文 才有气饱柯文哲的问题 所以在选战上 他把自己的人色摧毁掉 然后他重新建立一个 蓝英支持者心目中理想的那个形象 那他也知道自己口才不好 他也知道自己小平头 不是蓝英支持者喜欢的 找一个赵少康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侯友宜我认为 40%都会支持货帽 我就不相信 他只要33%就甩掉柯文哲了 所以状况来咯 先赢柯文哲 33%会支持货帽 我也不相信 我跟你讲 马云九的支持度变那么低 下一个观察点是什么 下一个观察点是什么 我们先没有讨论 服帽不是货帽 下一个观察点是 侯友宜会不会重提兵役 变回四个月 会 我跟你讲 就像东豪哥讲 他两个月前 不对 三个月前讲的时候 金服松是他 讲错话 说他要逼变成四个月 金服松被AIT压着 开记者会说更正 我有前提是两岸和平之前 对不对 那这个和平之前 两岸怎么可能和平 两岸和平是习近平 导共产党解散才两岸和平 金服松是说AIT打来关切 隔天开记者会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 侯友宜前面跟圣坛投降 所以观测重点是 如果侯友宜连毙都说 改回四个月的话 他路线选完了嘛 那接着会有两个 有趣的事情发生 一 金服松会不会跟侯友宜 见行见远 被架空了 现在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在观察 好久不见了 我们持续观察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的路线是什么 这柯文哲最惨的 为什么我们讲说 这选举上是对 有路线就是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就是有基本盘 可柯文哲没有路线啊 还在那边两亿 对不对 他没有梗啊 他没有路线可以走啊 你要走亲中还亲美 比较很清楚 跟美国世界站在一起嘛 国民党后来一下 很清楚 我就跟老公站在一起嘛 重启负负负负负负负 再怎么样的 烂的路线也是路线 柯文哲卡住 所以你在逼柯文哲 选一个路线走 对啊 柯文哲在模糊了 柯文哲到现在来讲 交流总比交二豪啊 他就被夹掉了 对啊 交流总比交二豪啊 两亿一家亲啊 然后呢 没有啦 就没梗了啊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也是麻烦 所以现在观察的事件 是兵役四个月 观察的有趣的支线 是金辅松跟柯文哲 这是有趣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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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